那讲完这个我们讲Renzo Renzo Renzo它不是跑节点了 它有点不太一样 Renzo是也是什么OKX什么投的 对吧 Renzo它做的是什么 它做的是AVS Management 它就是在IgonLayer的基础上 对吧 你想IgonLayer 它一套协议出来之后 肯定有人要在它的协议上 做一些更加什么模块化的东西 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举个例子 对吧 举个例子就 你就能理解 当然这是我自己思考 自己想的 比如说我们的ChinLink 对吧 它以后的节点 要接入到IgonLayer 要接入到IgonLayer 对吧 接入到IgonLayer 用了IgonLayer的AVS Actively Validated Service OK 然后Renzo要做的是什么 Renzo这边会有个Manage 可以说你现在有的EasyEase 对吧 是不是意味着你的EasyEase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StakedEase 是在IgonLayer里面 你手上获得EasyEase 然后这里就会出来很多的界面 第一个 比如说是Decentralized Oracle FromChinLink 你选择一下 然后你把你的EasyEase Send 就把你的EasyEase 就成为了ChinLink的节点 去SecureChinLink的 去中心化Oracle的节点 对吧 以后又出来一个什么桥 你也可以选择 你把Ease直接打到这个桥里面 它做的是这套东西 怎么样帮助IgonLayer 更加方便的 更加容易的 去Manage那个AVS 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一个Interface 更好的帮IgonLayer去Manage这套东西 好 这个是Renzo他做的事情 他不是是什么 他不像其他的都是跑节点 对吧 他跑节点 所以他的叙事有一些不一样 有些新的叙事 但是具体怎么做 这个非常的dependent 在IgonLayer上面 对吧 如果IgonLayer没做出来 这个Renzo也不可能做出来 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 对吧 那同样的 你记得可以用我的referral 来 如果你要用Renzo的话 你觉得他的叙事不错 你要用Renzo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 对吧 用我的referral program 这是Renzo Renzo也会有空头 对吧 你的分数越高 你的空头越高 你的空头越高 好 IgonPi IgonPi是个什么 我们知道IgonPi 他之前做了很多的协议 对吧 是这个MagPi下面的一个 新的一个项目 他也会有空头 对吧 他有自己的IgonPiPoints 你把质押在里面 你就质押Lidl 对吧 你也可以获得IgonLayer的Points 你也可以质押Swell的仪态 对吧 你不但可以获得Swell的Points 你还能获得IgonPi的Points 还能获得IgonLayer的Points 对吧 同时呢 他也没有发币 这些协议都没有发币 所以你要获得他的Points 他会给你空头 对吧 同时呢 你可以参与他的IDO 他的IDO呢 据说首次IDO是在300万美金 对吧 他会发币 百分之百会发币 是一个300万美金的一个IDO 我们知道一个项目300万美金的估值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 对吧 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呢 你可以获得IDO的份额 这个就是IgonPi 他也不是跑节点嘛 他也不是去做AVS Management 他就是呢 蹭个热度 对吧 发个项目 对吧 然后呢 对 蹭个热度 发个项目 最后 最后 后面会发生 衍生成什么呢 也不知道 对吧 也不知道 相对来说呢 他的技术含量呢 是最低的 所以呢 他也没有什么投资背景 说干就干 对吧 说干就干 好 这个是IgonPi IgonPi 如果你要参与他300万美金的TVL的 300万美金的MarketCap的IDO呢 你必须要放 必须要放 好 这个是IgonPi 最后呢 SWARE SWARE呢 他呢 他是做这个 他应该 他的特点呢 就不是很明显 他不知道他是做节点的还是什么 对吧 我的理解呢 是做节点 你可以 把你的以态 变成SW以态 然后SW以态呢 再去质押变成Restake的SW以态 对吧 你就可以获得他的分数 那而SWARE呢 之前投资人也很险恶 投资人名投也很大 对吧 之前好像是Mark Cuban也投了 对吧 Mark Cuban也投 但是呢 他 对吧 但他并没有说 他要去做 做节点啊 还是什么 对吧 我个人认为呢 是会做节点啊 但是他没有明确的说 就说明他做节点 这块技术上呢 可能并不是最强的啊 可能并不是最强 我只能这么理解 对吧 我只能这么理解 那SWARE呢 他啊 你去质押呢 可以获得SWARE的什么 珍珠Token啊 然后呢 再去ISW以态 对吧 这个是SWARE啊 SWARE 如果你想 获得三重积分呢 你就把你的以态 变成SWARE以态 对吧 把你的SWARE以态呢 放到MagPi里面 放到这儿 SWARE Staked Ease 对吧 放进去之后 好 你呢 就可以获得 这个IgonLayer的积分 和IgonPi的积分 三重打法 对吧 三重打法 他现在叫 也叫Restake 他一开始做的呢 是这个Staking 现在一开始搞Restake 他一开始做的是这个Stake 对吧 真的是好卷啊 对吧 真的是好卷啊 好 对 他有一个活动 叫什么Voyage 对吧 来获得珍珠啊 Purl什么的 对吧 他你看都 都有这些referral link 都有这些referral link 到时候都发给大家 好 这个是我们上述啊 第二阶段 讲的所有的这些 reStaking的协议 我们总结一下 对吧 Easerfy呢 他的Business Model 是跑节点啊 他的优势呢 是Natively reStake Token 对吧 而且呢 他可以互相转 Ease 变成Ease 然后Ease 可以转回来 转回来 就这一点呢 Easerfy呢 确实比Puffer Puffer是刚刚上线 对吧 他 他 你 他不能够直接Ease 变成Ease 对吧 好 Puffer Finance呢 他的核心亮点呢 除了Easerfy之外呢 他有多了一个anti-slashing的功能 好吧 这是Pufferfy 然后 然后这个Cupdown呢 他也是啊 做节点 对吧 Stator也是做节点 也是做节点 做完节点之后呢 获得ETHX 获得ETHX呢 你可以去Restaking 可以去Restaking Renzo呢 不是做节点了啊 他是要在 IgonLayer的上方啊 做他的管理工具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能够更好的帮助 IgonLayer啊 去做他的 做他的一个模块 或者做他的一个管理工具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Renzo Swear呢 他我感觉是跑节点 但是他没有说的很明确 对吧 没有说的很明确啊 所以呢 让我排名啊 这么多协议里面 我怎么选 我肯定会选择 Etherfy 因为你的以太进取 便是一以太 你也可以随时的 从一以太取出啊 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Etherfy Puffer Finance 我选他是因为他 有币安的背书 对吧 有IgonLayer的 创始人的背书啊 所以Puffer非常的火 我也会选他 对吧 除此之外呢 我会选择Renzo啊 因为Renzo呢 他选择不是同一个赛道 对吧 不是一个赛道啊 他不是去做节点 对吧 他是帮AVN啊 帮这个IgonLayer 绑定的要升啊 IgonLayer 等于是帮IgonLayer 去做生态啊 做工具啊 这个是Renzo 对吧 除此之外呢 小资金呢 可以参与一下IgonPi 对吧 IgonPi 我会参与呢 先把你的钱呢 放到Swear 放完Swear里面呢 再放IgonPi 一鱼三吃啊 对吧 一鱼三吃 至于这个Stator呢 可以小资金 小规模的参与一下 你基本上就全部参与了 对吧 全部参与了 资金比例呢 应该是EtherFi 如果有10个以太啊 EtherFi 比如说是3 3 这就6 对吧 1 对吧 1 这就8 这是 这可能是2 对吧 这样 30% 30% 10% 10% 对吧 这些 这三个10% 最后Renzo呢 可能是20% 这样的一个比例 当然你也可以只选一个啊 你也可以只选一个 OK 这是第二部分 所有的restaking协议 在这边排排队 比比看 是吧 好 那我们要讲第三部分了 好